没人敢追白羊座 如果你不是他喜欢的内心 而恰巧你又喜欢上了他 那就是世界魔力 我一直觉得白羊座是追不来的 他们的喜欢藏不住 他如果喜欢你 不需要你做什么 他都会主动的向你靠拟 白羊座谈恋爱就是轰轰烈烈 被他们喜欢绝对是永生难忘的提醒 话又说回来 虽然很多人吐槽白羊座的热情 来得快去的也快 但这却特别的符合人类 对于情感最原始的基调 两个人因为喜欢在一起 就全力以赴的爱 不留意遗憾 相处后发现出了问题又分歧 如果无法处理感情破裂了 就坦坦荡荡的走人 白羊就是这样 喜欢你的那段时间里 他的眼里心里脑子里全部都是你 但你们之间的感情消失了 走的也绝不脱离带水 这样做是对双方情感都负责任的态度 在我眼里的白羊座 坦荡热情感爱感恨 是少见的可以一辈子都带着少年感的人 因为年轻不知疲惫 他们特别像少年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 不管男女都有热血率真的情感 所有的情绪都可以清楚的让你感觉到 关于白羊座的爱情观 在希腊神话中说是源自于他们对于强者的崇拜 强者指的是某些领域比白羊优秀的人 所以他们会因为你某一点打动了他而对你带上粉丝预警 这个时候他对你的好感是没有办法讲道理的 这段时间你就是天使 你的一举一动对他来说都是正中红性 他们着迷的不仅仅是你 还有你在他心目中无数次被幻想出来的那种优良品质 总之白羊在我这里只有赞美 他们直率热情是好哥们好闺蜜的不二人选 被白羊爱也很幸福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如果想跟白羊座男女朋友的话 也许只能听天由命的